我们期待已久的赛博朋克2077终于登场了 相信很多同学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需要怎样的一台电脑才能流畅地运行2077呢? 今天我就准备了30多张各种各样的显卡 还有几款CPU 我们来一起看看你的电脑够不够运行2077 如果不够的话 什么样的电脑才够呢? 或者说能不能通过优化来提高我电脑运行2077的性能呢? 来 一起看看吧! 不多BB 直接上表格 测试的结果我们都总结在这里了 已经做好了排序 每一款显卡我们都选取了两个能跑动的画质 尽量以60帧流畅为标准 这里有一些显卡我不一定有测到 那你可以找一个相近的显卡大概看一下性能 根据这张表格 我简单说一下2077这个游戏的性能需求吧 4K开光追至少需要3080才能跑动 还不能全开 4K不开光追至少需要3070 2K开光追至少需要2080 2K不开光追最高画质至少需要2070 当然这些前提都是开了DLSS技术 不然根本是跑不动的 映80P不开光追最高画质也是需要2070 因为1080P我不太建议开DLSS画面会变得非常模糊 如果想要1080P中画质或者2K低画质运行的话 至少需要1070 实际上1070在2K下还不够流畅 最好是有1660Super或者1660Ti以上的显卡会更好一点 1080P的门槛是RX580 所有低于RX580的显卡都很难满足1080P流畅跑满60帧 除非你开FidelityFX CAS的缩放 但是那样就相当于降低分辨率了 我这边都是按照不开缩放来算的 在这之后呢 再烂的显卡其实也都可以运行这个游戏 只不过分辨率和帧数会比较感人罢了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 甚至还能用4800U的Vega8核显 在540P的分辨率下相对流畅地玩2077 也不是不能玩嘛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英特尔核显的话 那就比较蛋疼了 因为…… 进不去?怎么想我都进不去吧? 看完了2077的显卡需求 我们又从刚刚的数据里挑了几组出来 看看显卡的偏向性 我先来说下结论 这个游戏优化最好的是30系、20系和16系的N卡 其次是A卡的RDNA和GCN 优化最差的是10系和9系显卡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组对比 这四张显卡的理论性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在2077这里 RTX2060明显要比A卡和10系卡更强一点 这甚至还没开DLSS呢 RDNA和GCN的两张A卡在这里的表现则是非常接近 说明这个游戏对GCN和RDNA是一视同仁的 但是搭载了PAS卡架构的老N卡 GTX1080就非常惨了 帧数远远落后其他同级的显卡 另外一组对比也揭示了相同的情况 像GTX1650这种电子垃圾 理论性能是打不过这里任何一张显卡的 结果在2077里居然赶上了GTX1060的水平 与此同时 1060则是被原本差不多的RX580远远甩开了 显然9系和10系的老N卡玩这个2077会非常难受 最后我们也看了3070和2080Ti的对比 这两款在开着光追和DLSS之后表现接近 基本符合理论性能 所以这个游戏对30系和20系卡是一视同仁的 新卡并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优势 再来看看显存占用 我们列举了几种常见的画质 2077这个游戏对显存的要求似乎并不是很高 就算4K分辨率全部拉到满 也就占个实际多点吧 然而这个时候连3090跑这游戏都跑不到30帧 在大多数人会用的画质下 显存占用是基本不会超过8G的 1080T特效全开占用不到6G 最低画质占4G 不过这个只是我用3090测出来的数据 实际的显存占用 在小显存的显卡上还会更低一些 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画质里的纹理选项了 如果你有6G显存的话 务必开到高 4G可以开中 2G就只能开低了 纹理清晰度对这款游戏的观感影响很大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话 最好不要去降低这个选项 显存勾用尽量开高 看完了显卡就要聊聊CPU了 我们首先是用i9 10900K做了一个关核测试 看看这个游戏在不同的核心树下表现是怎样的 散热器用的是芝奇刚出的360水冷 测试下来发现 6核以上就已经不会对3090造成瓶颈了 更不用说其他显卡了 中端显卡CPU瓶颈只会更小 而4核4线程是会出现比较多卡顿的 所以玩2077要买CPU的话 选一个6核就够了 至于选英特尔还是AMD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测试 大家都是6核 但架构不一样 频率也有一些小区别 Zen3 5600X在这里的表现 是和Skelec内核的i5 10600K完全一致的 Zen2 3600X稍微差一点点 而Zen加的2600X就要落后一些了 另外还有同学反映Ryzen处理器 在这款游戏里会出现性能问题 占用率上不来 这情况我测试的时候倒是没有遇到 但是解决方案也已经是铺天盖地了 我把它写在简介里 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了 关于这个游戏硬件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聊聊在不升级硬件的情况下 想要流畅的运行2077 应该怎么样修改画质吧 首先进到画质选项里 无论你用什么配置 先把胶片颗粒和色差这两个选项关了 倒不是为了性能吧 而是这两个选项实在是太恶心了 CPPR想要营造一种电影感 营翼杀手的感觉对吧 但是开着这两个选项玩游戏 我感觉我眼睛都快瞎了 哇全是噪点 我建议大家还是关掉为好 动态模糊的话 如果你只能跑30帧可以开着 但我是要跑60帧的 并且这个游戏是第一人称视角 第一人称游戏开动态模糊 很不舒服 而且动态模糊开了之后 还会掉个一两帧的帧数 那我还是决定把它关了 接着我们把菜单拉到最底下 对于20系和30系显卡的同学 在2K或者4K分辨率下 我强烈推荐你打开DLSS DLSS可以让游戏以低分辨率渲染 然后通过深度学习 补到高分辨率来显示 用这种技术 可以用少量的画质损失 换来非常大的性能提升 可以大幅提高帧数 尤其在2077这个游戏里 DLSS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 推荐2K分辨率可以开到质量档 4K分辨率可以开平衡或者性能档 或者你交给它自动去选择也是可以的 1080P的话我就不建议开这个了 因为DLSS会造成画面一定的模糊 而在1080P下这个模糊是非常明显的 尤其是反射的分辨率会非常低 有一点得不偿失吧 2K和4K可以去开 其次就是这个光追 开不开光追 纯粹看个人喜好了 我觉得这个游戏就算不开光追 光照效果也很不错 当然和光追放在一起 看还是能看出区别来的 但你不横向对比的话 其实感觉不太出来 最重要的是光追是非常影响性能的 同样的基础画质 光追全开之后 帧数甚至可以腰斩 我觉得对于2080以下的显卡来说 根本没有必要去开光追 对于那些想开光追的同学 我优先推荐的是开光追光照 这个其实比光追反射更重要 配合光追阴影 光追光照可以正确地描绘画面中的明暗关系 对消除违和感非常有用 尤其是把光照拉满到变态档的话 游戏会启用真正的全局光照 确实这个效果很变态 当然对性能的要求也很变态 所以这个就量力而行 不要随便往上拉 上面这两个是针对高配玩家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讲中低配了 我拿1660Super来演示 在这些画质选项里 最先应该关掉的是体积云和体积物分辨率 这个游戏你压根就看不到几次云 全是高楼大傻 没必要开体积云 体积物的话特定场景能够看出差别 但这个东西平时太影响性能了 这两个都关掉之后 一下子可以提高7-8帧强烈进一辈关掉 其次要照顾的是屏幕空间反射质量这一项 这个很影响性能 但与此同时反射的画面效果也很明显 如果看到变态档 这个反射效果甚至不开光追 我都很满足了 然而当我们把反射关掉之后 帧数瞬间暴涨20帧 哇 低配档真的眼馋 那有的同学就要问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极端呢 这不是给了你高中低档的反射可以选吗 这么多档我跑不动最高的话 就不能中间取一档吗 我告诉你还真就不能 因为这个游戏的反射在低中高三档下都有非常明显的颗粒感 有些表面有很严重的闪烁 看着很难受 只有选到超级甚至变态档才能抑制这种满屏颗粒的情况 所以这个屏幕空间反射要不就别开 要开就开最高档 就看你的配置够不够吧 另一个比较影响性能的选项是环境光遮蔽 这个可以让物体与物体的衔接处显得更暗 改善暗部阴影的效果 这个非常影响画面的真实感 所以我建议你无论如何都得开着环境光遮蔽 但是你可以开到低 这样能节别一些性能 其他的一些选项我认为对帧数的影响都不太大 或者有些选项关掉之后会比较的影响画面 比如像刺表面反射会影响皮肤的质感 这个游戏对话场景很多 这个最好还是开着吧 或者上面的几个阴影选项 其实你调到中也可以 反正基本不影响性能 也不怎么影响画面吧 简单优化了一下之后 我们这张1660 Super 从超级画质的30多帧提高到了接近60帧 1080p分辨率已经可以流畅玩了 画质损失也不是很大 感觉还不错吧 最后如果你是第一配的同学 我推荐你在游戏里把人群密集度这一项开到低 说实话这个选项有点影响游戏的氛围 毕竟人少的时候感觉就空荡荡的 但是对第一配来说流畅比什么都重要 另外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用FidelityFX CAS技术 来动态降低渲染分辨率 设置一个你想达到的帧数 然后设置你能接受的最低分辨率倍率 游戏会自动改变分辨率来适应你的目标帧数 对于中高配的同学 我完全不建议用这个 但是对于低配档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 除了游戏内的设置之外 对于用了N卡同学 尤其是开了DLSS或者动态分辨率的同学 我强烈建议你们再打开NV的锐化滤镜 这个功能需要先安装GFE 安装好之后登录一下 然后在游戏内就可以按下Alt加F3呼出滤镜了 我们添加一个史明朗的效果 底下这个忽略胶片颗粒拉满 上面这个史明了我们酌情拉 50%或者100%你看你自己想锐化多少吧 拉完之后这个游戏看起来就更加清楚了 尤其是对于低分辨率或者开了DLSS的同学 我强烈建议大家尝试一下这个滤镜 A卡的话在控制面板里也有类似的锐化效果 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今天简单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赛博朋克2077的硬件性能 什么样的电脑能玩 还有优化的设置 这个视频应该是比较有用的吧 希望大家可以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我们一下 也别忘了关注这个频道 未来还有更多的好视频等着大家 那我们以后再见啦 拜拜